這給輸入上去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可以插入一個函數這個函數裡面的話 最近使用過的 Rand函數 然後裡面的話就把這公式把它輸入上去 包含就是前面加個30最少30分 然後int函數 掛弧 前掛弧 然後Rand函數乘上70 後掛弧加上1 打勾之後的話 然後就 向下 向右填滿 然後再把它複製Ctrl C 再把右鍵貼選擇性貼上只有值 然後再來就是按照名字 排序 所以名字排序游標放在名字這個地方常用裡面有個叫做 排序的 排序的 然後我們由 小到大 有小到大 排完之後的話再把學號 前五名 然後按Ctrl鍵 名字前五名 Ctrl C 再過來這邊 Ctrl V 然後最後怎麼樣呢 把游標移開 或者按一個 Escape鍵 跳開 然後游標點旁邊一下 因為現在焦點在上面嘛 你點旁邊一下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對不對 沒有還沒有 還漏掉一個動作 就怎麼樣 學號重排回去 所以學號 按照由小到大 排序一下 這個時候呢 才完成 那旁邊再點一下好了 OK 那就 再切回到 開發人員裡面 停止錄製 停止錄製之後的話呢 你就可以在劇集裡面看到一個 Markle 2 編輯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錄的結果 這個就是我們錄的結果 但是呢 你現在 如果你越清楚說你錄了什麼 你就可以慢慢看懂裡面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看哪些事情 當然 你進來之後的話 請各位可以 看得懂的地方 就加上註解 註解的方式 就類似我給各位的講義裡面看到的 類似像這樣子 上面有 其實註解沒有標準答案 最重要是你自己要看懂 因為註解是給你自己看的 除非說你這個 VPS跟多人開發 一個team 開發的話 你們team就要寫一個 註解的規則 那如果說你自己看的話 你就是寫給自己 看得懂的方式就可以了 那大概我的有七項 如果說你的動作不太 不太一樣的話 但是你要在上面做個 註解 那最後的話呢 這個環境裡面 這個是VPS開發環境 順便提一下說 如果字太小的話 請你在工具裡面的選項 撰寫風格裡面 把字稍微放大 我習慣大概放大到14 否則你會發現 這麼小的字看起來 其實非常辛苦 把它放大一下 然後再加上註解看看 OK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 好